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 以审判决结果9月22号公布 薄熙来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名成立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那么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说 薄熙来已经对无期徒刑的判决提出上诉 并补充说上诉过程可能会长达两个月 法新社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证实 薄熙来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中国的司法体系是由共产党一党控制 那么薄熙来的上诉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北大法学院教授何卫芳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薄熙来上诉在意料之中 但二审一定会维持原判 另外据香港媒体披露 薄熙来在济南听取无期徒刑宣判的时候 当庭咆哮 高喊不公 尽管这个场面没有在中共喉舌央视和济南中院 向外提供的画面中显示 但是一张薄熙来被两个法警分别按住双肩 双眼泛着泪光的高清照片却在网上流传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 薄熙来咆哮法庭可能是因为他最终发现 自己已经被中共完全欺骗和抛弃 陈永苗分析说 中共中央可能有人事先同薄熙来有某种沟通 但是法庭宣判完全出乎薄的意料之外 他感觉是被抛弃背叛 所以薄熙来才这样咆哮 陈永苗觉得电视画面显示 薄熙来当庭似乎眼中有泪 也可能与他感到受骗有关 而薄熙来案的一审庭审 已是被外界视为是按照剧本在演戏 薄熙来则是高度配合的一名演员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这期的时事禁闻